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身它是一个贸易公司 我们会去世界各国找比较优质的品牌 那进来台湾做销售的部分 那因缘机会下发现Venture这个品牌 它在国外的这种加热的东西 加了外套 加了背心 它是一个算是美国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 那所以说我们的产品跟美国那一边比较不一样 就是美国那一边Venture的话 它都是走保暖路线 那台湾这边的话就是走医疗器材的路线 公司将美国优良品牌代理进台湾后 也积极通过必须具备的相关医疗认证 成功将产品转型为医疗级热服店 美上医疗器材是通过 卫护部GMP优良制造厂 以及国际遗产品质系统 ISO13485 品质系统验证合格通过的工厂 在产品热服店的部分 我们是委外验证机构 通过医疗设备 安规IEC60601-1安全测试通过 那已符合相关的安全规定 在众多热服店的款式中 其中八合一多部位医疗用热服店 视为消费者的一大服衣 有如魔术师一样能从头到脚 变化成适合各个部位的样貌 那八合一的话是因为说 很多客人在反映 我全身上都在痠痛 我要带好几个部位 贵三不三啊 所以说去开发八合一这个部位 它是一块平面 那借由魔鬼山 因为它布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可以去沾黏的 它借由个人去调整 束带的位置 沾黏的位置 可以去調整想要在熱膚的部位 所以說它可以用在八個部位以上 因為身上你所有你想要到的 你就可以去包覆 然後去沾黏固定它 我們的熱膚墊呢 其實它很輕薄 也很柔軟 那因為我們的加熱片 其實它是很薄的 那在收納的時候 它可以用摺疊的方式去做收納 那跟一般傳統的電熱式的熱膚墊 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運用碳纖維絲 來作為我們的加熱元件 那碳纖維它在通電時 會釋放出圓紋外線 再加上我們會針對各部位 下去做3T立體性感的設計 讓使用者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更加的服貼 更加的完美的包覆 我就覺得它很方便 然後我當初因為車禍的關係 所以我有追鍵盤付出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每天晚上睡到一半 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 就我熱膚這樣 然後想不到用完還覺得 真的還滿好的 就可以一覺到天亮 而且有哪邊不舒服 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像有時候我出去運動 跑步腳回來有點不舒服 我就會用 所以我們身體上 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都可以使用這個熱膚墊 來作保養 Aventure的話 基本上因為我們被授權 是在台灣這邊做銷售 那國外的部分 我們去開發這個 熱配這個品牌 那當然原廠這邊 也經過統一跟授權 我們使用它的元件 下去做這個品牌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就是 目前世界電源的模式 是USB系統 剛好也把USB系統 整合到熱配這個品牌 再去做開發 所以說熱配這一塊 除了我們走外銷 那USB系統的部分 我們藉由熱配 開始做一個啟動這樣子 品牌的醫療用熱膚墊 除了在醫療器材行販售外 也打通各道網路電商平台通路 讓更多人都能認識到 這麼優質的產品 我們也一直在推廣 就是說這個不是單純的熱護 不會只有冬天才可以使用 平常的時候可以拿來做保養 那因為病痛是一年四季 都有可能發生的嘛 都可以拿來做使用 去幫助它的身體 然後可以得到它 更大的幫助這樣子 請按個鍵